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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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有兩個媽媽的妹妹珞婷 嗨 大家好 我是像媽媽一樣的姊姊可欺 欸 姊姊 妳說我們當了49年的姊妹 才會反目成仇啊 其實我也覺得蠻奇怪的 其實這個就要話說到小時候 在我們很小很小的時候 就是我們有什麼記憶就是跟我媽講的 就是小時候宅妹之後我一個小朋友 我第一個出生嘛 那那個時候其實我媽都叫我叫美狗 美狗的意思就是小妹妹的意思 然後到她出生的時候 我媽還叫我叫姊姊 那其實當姊姊的時候 被叫姊姊其實你不懂什麼叫姊姊 就喔 姊姊有這樣 那其實有一個實際的案例就是 那個時候她還很小 那很多親戚朋友就會來看她 然後我媽就會將我的小手 找到那些叔叔伯伯阿姨的大手上面 然後就會說 姊姊帶大家去看妹妹吧 那時候你就會發現 喔 原來就是會有一種 覺得原來我會讚賞 就是我要帶大家去看我的妹妹 那時候我絕對不會覺得 就是她是要來跟我搶爸爸媽媽的人 是我要準備愛的人 然後其實那些長輩們就會摸我頭說 恭喜你當姊姊了 所以那時候我知道 我多了一個我要愛 然後我要賦予一些責任 我要去照顧她 所以她就是這樣子一個被我疼愛的人 所以呢也就是這樣 我們從小的感情一個特別好 你看我們小時候睡覺喔 會牽手 而且一直牽到小學畢業 我們才想要慢慢放開 然後呢其實我們小時候的時候 我最期待的就是我們睡覺之前的聊天時間 我們可以聊一個多小時以上 從在國小的時候啊我餐吃什麼 然後今天同學家發生什麼事 然後然後今天在學校發生什麼糗事 比如說啊 欸我今天曾經那個數學啊 考不及格啊你不要跟媽媽講好不好 然後呢還有一次我姐晚上就突然跟我講說 欸妹你明天幫我送一個情書 到幾年期幫你摸摸摸男生好不好 然後我就說啊你喜歡人家 你就自己去送啊 然後就跟我講說哎呦我害羞嘛 所以呢身為妹妹的我 就非常聽話的 隔天就幫姐姐送了情書 結果呢因為我姐小時候 那有個錯話就錯別字大王 每個人都要幫她改錯別字 就連情書也不意外 那個男生呢就很可愛的 把情書交到我們的班導的手上 他們班導也非常認真的 就幫他改了錯別字 然後再送回原來的番集 那個時候姐姐回來講的時候 真的是全家裡都哭笑不得 但是呢 那個時候我姐的心情變化也沒有很大 可能這就是小朋友的喜歡吧 對所以她其實小時候就跟我做一些蠢事 就是類似像這樣的就是送情書 那我也幫她做很多事情 我們兩個她 我們都會有寒暑假作業的那個美搖 大家印象深刻 每年都一定會有美搖作業 所以她小學一到六年級 寒暑假加起來總共有十二次的美搖作業 那她非常不善訪美搖作業 所以我就幫她做 所以每次她的寒暑假作業的美搖 那個部分那個項目 她就是幫忙塗膠水啊 黏個紙啊 然後其餘都是我幫她完成的 然後也之所以我會幫她做她的寒暑假作業 有一次我們兩個有個習慣就是 我們睡覺一定會一起上床睡 就是不管說誰就是看誰先誰後 但是一定會一起就是上床去睡覺 那她以前寒功課寒超級慢 你們記得有那個生字本嗎 就是一整排很多很多字 然後她就寒非常慢 然後那一次我就突發起想想說 沒關係那交雜的寒暑 她寒寒一部分 然後我再幫她寒一部分 應該是不會被發現 所以我就幫她寒作業就寒 結果就是睡前都要警察作業 就被我媽就是張開就發現 唉唷這個字跡不太一樣 因為她以前是很醜 然後我字超級中等 像刻出來的一樣 所以呢 我就被發現了 然後我媽就 我又想說這樣就可以過關吧 就是打哈哈過關 結果沒有想到不是 我媽說把你寒的擦掉 然後妹妹自己慢慢寒 然後你要在旁邊 看著她寫完 你才可以睡覺 然後我被寫字慢 然後又寫字又醜 所以呢 所以那一次我就只好等她 一路等 等到12點 就真的很累 小學12點睡真的很晚 然後等到12點 總算她終於寫完 所以那一次的教訓 讓我知道 我們家的作業 就是有連作法的 就是你千萬不能幫她寫作業 就是她學校作業還好 就是做得沒了 貼一架紙嘛 那從此以後 我不敢再幫她寫作業了 那我們兩個秋學階段 基本上都是同班 不是同班 不是同班 我們兩個同校 就是對同校 然後出了到高中的時候 高中的時候 她原本想跟我讀同一所 但是那一年的成績不一樣 所以她後來就沒有跟我讀同一所高中 那其實這個轉變蠻大的 那時候因為我們基本上 所有連上學都是一起 然後討論事情也都一起 但是到高中 我們唯一真的覺得 兩個人離得這麼這麼遠 那一次我們 就是我們兩個念不同高中 所以基本上功課不一樣 放學時間不一樣 學校規定不一樣 活動也不相同 那一次我就發現 我真的不了解她 我覺得她的 她在做什麼都不知道 她並不像她今天考龍錯 或者是她參加什麼比賽 她今天跟哪個同學 有可能有一些摩擦 我都不知道 我都要從我媽的口中得知 她有可能最近發生什麼事情 而不是從她親自自己講出來的 所以那一次我們兩個發生了一個很大的抹擦 那個時候呢 就是姐姐她平常也都會喜歡跟同學玩 我們以前小時候都是玩在一起 但是到了高中 姐姐就喜歡跟同學一起出去 然後她都會覺得說 我適合沒準 所以呢 她就不想要帶我出去 那個時候我真的超傷心 然後後來就是那一個禮拜 剛剛好是姐姐要學測了 然後進入倒數三十天 可是因為她壓力很大吧 然後她就是那個禮拜 顯得特別的煩躁 雖然呢她平常就會一直念我說 欸若晴啊 那個早要趕去洗喔 啊那個東西要放好喔 啊那個那個你的千皮盒啊 便當盒啊 書包要記得帶喔 因為我很辛苦啦 後來她就是平常都會這樣子提醒我 但是那個禮拜呢 因為我平常都會玩自習 所以回家也都八、九點 然後就很累 然後後來呢 那個禮拜五 就是第一天我回到家 她就說 彤彤琴你早起了沒 趕快去洗澡 你書讀完了嗎 啊趕快去讀書 明天還要上課 趕快睡覺 反正也就是很累了嘛 然後所以多早點休息 後來到了第二天 她就說 她又講怎樣的話 她就說 彤彤琴趕快去洗澡 彤彤琴你衣服還沒折喔 彤彤琴你那個就是 我要洗喔 然後我就 喔 好啦 可是就是 我的心裡 OS就說 我書也讀完了啊 然後 我的家室 我也很快就會做好了啊 你幹嘛一直這樣正正念 可能是那個時候 我心裡的 OS就被補了看到了 然後後來就說 欸 好了喔 然後 後來就這樣 到了第三天晚上 我在回家之前 我就想說 今天姊姊又要念什麼了 後來 我打開門 就是 打開門的時候 姊姊就說 欸 哈囉 你回來了 欸 今天沒有被唸欸 我就喔 好開心喔 然後就 快跑上樓 然後就趕快來看韓劇 因為那個時候 我非常喜歡 很有名的韓劇Doctor 所以我每天都會看 然後 在看到 男女主角 準備要接我的那個時候 我突然就 砰 我就一大 就很大的人就砰 就打開 然後呢 我姐就說 好開心 你還在爭取 這種東西就是浪費時間 你為什麼 不要好好讀書 好好把你的事情做完 再做娛樂呢 你這樣子浪費時間 浪費爸爸媽媽的錢 我看你喔 乾脆休學 不要讀書算了 喔 聽到這句話 我這次火爆山上 一個鐵已經 飆到了 就飆到這裡 然後心中小宇宙 已經全部都爆炸了 後來呢 我就 那天晚上我就趁 姊姊睡早的時候 然後就下樓 就跟媽媽講說 我覺得我已經沒有辦法 忍受 就是姊姊這樣子 每天都在念我 所以我想要就是 離開這個環境一下下 後來媽媽就說 那你就去住外婆家吧 就是距離也比較遠 然後你在外婆家 媽媽也放心 我就說OK好 然後那天就是隔天放學 我就去外婆家了 那這件事情呢 我也沒有讓姊姊知道 因為我想要她好好反省 所以就在那一天 我就 唉呦 妳是洗她 基本上都到晚上八點左右 我就發現我媽竟然沒有去載她 然後我就說 媽 阿妳給我去載妳妹喔 然後我媽就說 喔沒有 她竟然沒有要回家喔 然後我就 蛤她竟然沒有要回家 那她去哪裡了 我怎麼知道知道她去哪裡吧 然後就 我媽真的 她那時候真的打死了跟我講 我是在求超級久的 然後我媽想說 喔她去住外婆家 然後我就想說 喔外婆家有 然後我那時候也想說 她也回去住個一天吧 那沒關係就住 因為其實我們本來就會去外婆家 然後就喔好沒關係 然後第二天 她竟然沒有回來 然後我就 喔那慘了 一定是有什麼事情發生 然後我媽說 她要住到什麼時候 然後她說 我不知道她住到什麼時候 然後她就 好吧那 我就打電話去 我問我家說 我要找國美 就找她 她就說 我在寫作業 看到平常就沒什麼在認真 那個時候就特別的認真 好反正就是我打電話過去 她就說她在寫作業 然後一連好幾天我打電話過去 她永遠都在寫作業 那我就想說 哇她慘了 她一定是就是真的 不跟我講話 明明之後就知道 她一定在生氣 然後我就開始反省了一下 我到底這幾天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就跟我媽稍微 就是講一下說 我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你讓她這麼生氣 那其實最後 當然根本就是我太愛念她 管她管太多 就是 其實我們兩個個性 本來就不一樣 她就是我是會把所有事情做完 再開始做娛樂的人 可是她會在娛樂和她說我要做的事情裡面 教護著做 那其實結果也是一樣 就是事情都是會做完 只是 我那時候急於在自己 自以為是的感覺上 所以 就一直一直念她 那好了 到了第五天 總算 隨便那一天我踏進門 我就發現她竟然回來了 然後那時候很緊張 我想說 她回來了 那我總是要道歉 因為我真的我覺得我錯的比較多 就是平常這樣一直念她 她都沒有跟我反擊什麼的 然後我就看了她 然後就說 對不起 我錯了 然後接著 我就用這種聲音跟她講說 我希望妳來跟我道歉 不是為了要我原諒妳 是妳要知道妳自己哪裡錯了 才來跟我道歉 不然我們兩個這樣子的事情 會一直發生下去 對 那一次我真的覺得 道歉變得很不容易 就是 雖然跟我講 她講的真的是真心話 就是真的妳要真的發自內心 道歉才有意義嗎 那其實在我們家道歉一直以來 都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因為我們都是這樣 就是講說妳前一秒還在吵架 妳跟那個人 我們兩個吵架超級兇 但是我們下一秒要準備出門 要準備睡覺 就是妳現在看不到這個人的時候 其實我媽媽都會說 妳們一定要道歉 至少要和好 妳們才可以出門 才可以去睡覺 因為妳不知道妳的下一秒 妳還有沒有機會 跟這個妳正在吵架的人 我真的覺得道歉 或者是和好 但是那一次我真的覺得道歉非常難 因為我很怕她 不原諒我 雖然她總是說 妳是我姐姐啦 我一定會原諒妳 她就是這麼大愛 但是那一次我真的很緊張 她永遠都不原諒我 因為一個禮拜下來 我都沒有跟她講到任何一句話 那其實心裡面的感受就是 她到底去哪裡了 然後那一刻我才知道 我多麼的不了解她 我連她在生氣什麼 我都要一兩天才會 猜突啊 臉部 你看她 她真的在生氣耶 然後所以到了那一個時候 那個片刻 我們兩個之間的高中 雖然不同 但是我會越來越想要去知道 她到底在做什麼 然後她平常的生活是什麼 她的心情是什麼 那當然 所以最近還是會有 就是因為有時候 看她做的事情 就會讓人家覺得很生氣 但是就是 因為那一次 我有降低嗎 有降低 就是我對她的那個 就是一直講的那個 語態 對啊 那大學我們就是 我覺得是很幸運的一件事情 我們兩個 又到了同一所學校 那其實大一 我相信你們進來出塑 都會有一種感覺就是 都會覺得 離家突然變遠 雖然我家很舒服 我們住台中 我們都開中的 是很近嘛 也是非常非常近 但就在班數的那天 我們家家人都有來 那我就 我不需要他們幫我放東西 我就說你們快點回去吧 就不需要 你們真的不用留下來 就有些霸霸啊 就是會留下來幫我們弄這些東西 我就是敵死就是 你們快點回去 其實那一刻是 因為我已經快要哭了 因為 我就在想說 我那個晚上 我不能夠跟她睡在一起 因為我們兩個一起都是睡隔壁 然後你想要跟誰講話 就是跟她講 你什麼事情都會跟她分享 那那一次我就在想說 哇 我要跟三個我不認識的人 住在同一個房間 然後我也不知道要跟他們說什麼 然後那一刻我就覺得 有點孤單欸 就是第一次離家這麼遠 然後第一次我妹妹 沒有睡在我的身邊 那她那個時候她高三 然後我在哭 她好像 你有哭嗎 那個時候呢 姐姐在學校哭 我在家裡哭 因為呢 就是一樣嘛 晚上睡覺的時候 在黑漆漆的房間裡面 就走你自己一個人 然後你想要就是講話 擋壁他啦的時候 房間就沒了 你要怎樣講話嘛 然後那個時候呢 我就那一個禮拜 我延續哭了四天 真的不誇張 然後我每天都在哭 然後每天都會媽媽說 媽媽姊姊什麼時候 只要回來 那時候呢 我媽媽就會非常討厭 她會說 沒關係 姊姊禮拜五就回來囉 所以那個時候 雖然我有高三了 然後也要考學測了 可是我每天都非常期待禮拜五 因為禮拜五 姊姊就要回來 然後她就會跟我們分享很多 她大學裡面發生的事情 就算我要讀書 介紹自習 可是我回來之後 我一定會聽她講話 尤其是她那個通通不覺的講話能力 你一定要非常有耐心的聽她講話 然後呢 在我進大學的時候 我其實沒有什麼緊張的感覺 因為在學校嘛 姊姊都照好的啊 她就跟我講說 欸你進來大學之後啊 房間要怎麼辦啊 然後你進來大學時候啊 要發生就是會發生怎樣的事情 然後呢 在我班數的那一天呢 在我的櫃子發現了一張紙 這張紙呢 就是呢 我姊姊她非常好心的寫了這張便條 就貼到我的衣櫃裡面 然後就跟我講說 歡迎我來到西家學院 歡迎我來出宿舍 然後呢 她在第三點還特別講 就這台 這台紅字 她還特別講說 床庫櫃子都插好囉 東西直接放裡面就好了 你看這個姊姊是不是非常貼心 所以呢 那個時候我就 哇 在學校超好的欸 姊姊都照好的 然後呢 剛進大學的時候 雖然沒有什麼煩惱 因為姊姊都講了 但是我在大學的時候呢 我就發生了一件事情 那時候呢 就是我真的覺得我被霸凌了 就是此生以來第一次被霸凌 那個時候就是跟 就是陌生的室友睡覺嘛 生活習慣會有不同 不同就磨啊磨啊磨 不成就溝通嘛 可是呢 在溝通的時候呢 我有一天早上起來 就在我的書桌發現 竟然有一張罵人的紙條 然後我就想說 哇 那我們的溝通就已經破局了 所以呢 那個時候我就在想說 那我是不是要放房間 然後我就去跟姊姊討論 其實這件事情呢 我一直就是都沒有跟姊姊講 我就想說我進來大學 那我就就是想說自己處理就好 就是不想在那裡操心蛋 然後後來我就去跟姊姊講 然後他就跟我分析很多 換房間之後會遇到的狀況啊 然後還有一些行政流程這樣子 後來我就想一想 然後後來我就決定我就換房間 現在事後回想起來這件事情有可能 就是我也有要改進的地方啊 可是在這件事情當中我真的覺得 喔 姊姊照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也就是在學校裡面遇到任何事情 不管是大是小 你馬上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他 然後我第一個可以討論的也是姊姊 所以此時此刻我才發現 原來姊姊是這麼的重要 這麼的好用 而且他這次沒有做我順順念喔 超棒的 所以那一次其實我也很擔心 但是我不能夠出手 因為大學生本來進來 這就是必然會發生的事情 但是我很高興他來找我討論 我們是以就是夥伴之間討論的方式 而不是就像我以前很能說 你這個怎麼還沒做啊 那個你怎麼這樣做啊什麼的 我沒有 那一次我就真的我壓了 我真的壓到超級底下 就是我覺得不能夠這樣跟他講話 因為這樣講話 他就覺得我很討厭 他想說我不已經上大學 你幹嘛還要這樣跟我說話 所以那一刻我們就發現 其實兩個人在工作 他覺得好處就是 你有個最親最親的人 你什麼都能跟他講 你不用管他 他會不會去告訴別人 因為他要告訴別人 大概也就是告訴爸爸媽媽吧 或者就是他會說 我有個朋友之類的 他不會說我姊姊怎麼樣 那其實最後我們想要送給大家 一句話就是 當父母走了 世界上最親最親的就是手指 那這一句話 在我們還是迷你號 就是小小孩的時候 我媽就常常跟我們講 其實你一定聽不懂 這是什麼話 但是講久了 你就會知道 這一句話是什麼意思 那從小時候到國中 高中到大學 現在大學經過了這麼多 這麼長一段時期 我們兩個都相處在一起 你會很深刻的感悟到 其實最重要 不管你有沒有手足 但是你最親最欠的人 總是會有一個或兩個 都在你的身邊 那我是可欽 我是珞晴 今天非常謝謝大家 來聽我們的故事 那希望這樣的故事 對你們有一些收穫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